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寿闲人拽出端门 大阪 这行星的场面真是好看 大阪 你也怎么了 回万岁人 奴才看着万岁长大了 心里高兴啊 朕记得十一岁的时候 原府张先生就教导我这 为天资者需得人服天下 为家四海 前几年复明强兵实行人证 这次对吴忠行等人的庭障 就是为家四海的开始 方才只不过闻到这一点血腥 你大阪就以为朕害怕 这岂不是笑话 如果连这一点血腥都见不得的话 试问朕又如何行天子之威呢 万岁虽然极是 只是奴才年岁大了 见一点血腥就反胃 大阪啊 你倒真是有点妇人之人了 快 快 你跟你们生油 快 你不是守抚下的大宗馆吗 对啊 谁用你的妄身油 万岁虽然 您看那个人 那个人他要干什么 站住 我有急事要办 你让开 让开 诸位大人 请回来 毕人是心科尽士 刑部九品官政邹元彪 各位大人 乌中行 赵用贤 洛尊 韩吉四人 反对首府张居正夺情 何罪之有 竟然在这里被打得血肉横飞 皇天后土啊 竟然有此等惨烈的冤案发生 天道不公 天道不公啊 你胡说 你让他把话说完 各位大人 毕人九品官政 比芝麻官还小 但是未卑未敢忘忧国 昨天夜里 我也草拟了一份 再见张居正夺情书 想的就是 等今天四位贤德停仗之后 就在这行刑台前 再次以我无耻威命 冒死向皇上觐见 走走走 没人要你的送 我以官命之身向皇上觐见 你们这些军爷管不着 咱们是怕你吃亏 用不着 大人 快快快 公公 请把这奏章立即呈送大内 恭请皇上预览 不不不 这我 我可不管啊 不管 不管 也得送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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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真不管 快快去 呸 弄包 大胆狗官 皇上 你的奏备也不要送了 就在那天 微臣邹元彪遵旨 仰望吴皇陛下 微臣邹元彪 谨就张居正夺情事 再行抗书 数日前 微臣服毒赤狱 朕学问未成 至上未定 先生若回家守志 必前功尽弃 陛下言此 实乃宗舍无疆之府也 但朝中腐壁圣学 辅佐圣志者 启毒居正义人 学问人品超过居正者 大有人在 放肆 你一个小小的刑部官政 居然也敢在这里妄议朝政 来人 奴才在 万岁爷 您想干什么 这邹元彪 朕恨不能能杀了他 万岁爷 杀人万万不可 为什么 万岁爷若下旨杀他 那是成全了他 为抗剑而死 天下失灵 就会把他邹元彪 当作英雄 这就是他想要 得到的荣誉啊 以死换命 天下居然还有 这样的奇人 行 既然他想死 朕偏不让他死 来人哪 传旨下去 将这邹元彪 屏障八十 三千里外充军 即可执行 还跪着干什么呀 平身吧 谢皇上 庭杖毕 皇上圣旨 邹元彪之后 有谁再敢反对皇上夺情之旨 杀无赦 围绕张局政的夺情与反夺情 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政治决斗 最终因万里皇帝断然采取的残酷镇压 而暂告平息 在这场斗争中 在这场斗争中 一批反对夺情的官员 遭到清醒 他们或被流放 或被罢黜 与贬折 张局政 被留在了内阁 继续担任首府 万里皇帝 万里皇帝允许他布着官服 而穿布袍上职 并答应他的请求 停奉半年 以此方式 被死去的父亲 守孝 守护大人 你怎么来了 玉娘 玉娘他 玉娘他怎么了 玉娘回了一趟机箱炉 拿了一些东西 离开了 玉娘 玉娘 奴婢 昨日到您府上 本想劝你 回江陵守志 但你一意孤行 我也很难感 花先生的铁石心肠 我曾经依恋过你 也曾经 想将我一生托付于你 但因天长日久 你我渐渐形同路人 此次离别 已在情理之中 我走了 留下小诗一首 了表奴婢 寸断之柔肠 戚风苦雨 恨绵绵 此去奴家 泪不甘 冤梦一朝成往事 难将恩怨 说前缘 张高老 陈公公 坐 转眼春节已过 您这身衣服 也该换换了吧 在位守孝 穿这身衣服 是皇上恩准的 为什么要换呢 李太后让老夫传旨 他让您换掉这身衣服 太后何处此言 皇上的婚期已定 李太后 让您去主持 皇上的婚庆大典 我来主持 对 让您去主持 张高老 您总不能穿着这身孝服 去主持皇上的婚庆大典吧 封公公 反请您转告太后 还是另选别的大臣 主持皇上的婚庆大典吧 这又是为何 主持皇上的婚庆大典 得穿红袍子 我这带孝之身 怎么能穿呢 换一件红袍子不就得了 这又何难 在位守孝 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再来个红袍加身 不知又会生出多少是非来 张高老 我怎么觉得 你像变了一个人 是吗 以前 你想干什么 就一定去干什么 从不顾忌别人怎么看你 可现在呢 干什么都瞻前顾后啊 这简直是判若两人呢 得罪那些士豪大户 甚至是皇亲国戚 我张居正丝毫不敢地害怕 而这次多情事件 我张居正得罪的 是天下的读书人 还有京城里各大衙门那些 敢于维护朝纲的清流官员 得罪了这些人 我张居正在历史上 前途未博啊 不就是几个烂袖子吗 你还怕他吗 我过去做事 需要顾忌那些士豪大户 现在更得顾忌天下士林 一个多情事件 让这两股势力结成同盟反对我 从此以后我推行万里新政 父辈受敌 难上加难哪 张哥老的担心一点都不错 这两股势力的确同流合污 你既然看清了这一点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依靠太后和皇上 对他们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推行改革必须靠铁腕 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 铁腕 我这铁腕不是已经换来骂名了吗 我记得点击意 清魂打击 张继承本该代相 今天就穿着大红袍 向皇上道合 朝廷简直乱套 众星平身 谢堂上 捷报 捷报 何人在殿外喧哗 启禀万岁爷 是两者总督差人送来了八百里堂报 什么堂报 大喜事 既是大喜事 快宣他敬殿 是 臣叩见皇上 皇上 两者总督武长鲁有捷报传来 什么捷报 在东南沿海肆虐多年的海上巨盗 临如虎临如豹兄弟已被生擒 这是真的 堂报在此 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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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府 你快看 这可真是天大的洗衫啊 回皇上 临如虎临如鲁鲁如豹兄弟 在东南沿海 横行近二十年 他们不但劫掠过往商船杀人越货 还时常登陆抢劫 对地方危害极大 自嘉靖年齐 胡宗县于大囚 齐济光等贫年争角 无奈林氏兄弟神出鬼没 脚而不灭 这群海盗少则几十人 多则数千人 时聚时散 极难空欲 这次武长炉 能够生擒这两个巨盗 实乃上天赐予皇上大婚的 最好礼物 冤府说得对 传旨重赏武长炉 你们所有臣宫 一律有赏 启禀皇上 臣有一个建议 说 请武长炉进京献福 好 传旨 让他即刻启程进京 遵旨 侠两阵宫躁武长炉叩见皇上 武将军 下面的两位可就是林氏兄弟 正是这两位居到 好 将这两位道寇 销售失重 皇上已经完婚 我再也不能日夕照看皇上 还望张先生一如既往 承担对皇上教诲的责任 承蒙太后信赖 臣不胜感激 不过这些时日 臣一直在思虑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皇上已经长大了 从夺行这一世中 可以看出他处事的能力 已经完全可以胜任国事 因此 臣正想奏请太后 把统育了六年的顾名大臣之权 还给皇上 这怎么行 皇上虽然当上了新郎 但还只有十六岁 他哪能单独处理国事 张先生赶紧打消这念头 首辅这一职位 你要一直当下去 我与君儿讲过 在他三十岁之前 别想单独秉证 你也不能致事 太后 这不仅仅是我的意思 也是陈太后的意思 皇上也同意 张先生 您不能再推脱了 这顾名大臣 断没有第二个人能当 太后既如此说 臣只能是面为其难了 但有一事 还望太后格外开恩 请讲 去年九月 臣家父辞世 太后与皇上为朝廷计 下旨要臣夺情 此事虽然惹了不少风波 但总算是平息了 自那以后 太后曾答应过 一次皇上完婚 就准一臣回胡广园籍藏府 现皇上婚事已毙 服望太后给嫁 准臣回江陵故里 已尽仁子之情 好吧 我与皇上商量一下 准你三个月的假 谢太后 冤府 朕准你三个月的假 你可要遵守这个时间 届时回京屡之不悟 臣谨遵圣意 离开内阁之前 一应公务可要安排妥当 按规矩 臣起驾三月 应许一位德高望重的资历大臣 临时替代臣之空缺 这个就不必了 如今天下是灵 还有谁可避先生呢 皇上过假 臣不敢当 这并非一美 而是实际情形 朕现在是一天都不想你离开啊 但是葬父事大 朕也不能拦你 你离开内阁之前 一应公务布置妥当就是了 您何时动身会将领老家呀 臣已于后天离境 届时两宫太后以及朕 都会派人去京南邑为先生送行 谢皇上 还有一事 臣想提醒皇上 先生请讲 皇上兴婚燕儿 切记住以保重龙脊 朕知道了 昨儿个母话还跟朕说过 要朕一如既往 多听先生的教会 承蒙太后信任 臣愧不敢当 此距将临 路途遥远 免不了要受颠簸之苦 还望先生多多保重 皇上关爱 臣鸣尽心 冤夫 朕一天不见你 心里就难受 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皇上 这位 这是北直立衙门 给辖下的五个府 发下的遗文 通报首府回乡藏户 定于三月十一日 从北京启程 返南北关道 清谷的府县 务必认真接待 从仪式住行 到安全保卫 都不得出半点差错 臣定府 是首府南归的必经之地 今天 请大家来 就是商量 我们该如何接待首府 你们平时 都有很多的主意 现在 就请各位 都献出锦囊妙计吧 首府入境之日 凡他经过的路途 一定要打草干净 在一份正值春荒 路上行人 倒有一半是叫花子 让各村的梁掌负责 把叫花子都弄到空屋子里 关几点 首府入府城 走的是北门 从北门到南门 街两旁的房屋 都要粉刷一遍 重新装饰 让首府感到 真定府的生平景象 首府的随从 都要好好接待 常言道 在先门前欺品官 这些人 千万不能得罪 阎王不收礼 不等于小鬼不要钱 咱们一定得对症下药 老爷 老爷 快 老爷 来了 来 来了 快快快 老爷 您的帽子 帽子 大人您看 您看 来了 好威势啊 好威势啊 是啊 各位 要记住秩序 在官道两侧 跪迎首府张大人入境 千万不可乱了章法啊 明白了吧 明白了 好 终于 帮忙 不 大人 前面就是真定府定 真定府知府前谱 率众前来迎接 你还叫 这个前谱 干吗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 真定府知府前谱 率级属下五个支州 二是西县支县 恭迎首府张大人入境 免离 谢大人 你就是前谱 卑职正事 真定府最南端是哪个县 是景秦县 景秦县离这儿有多远 大人指的是 景秦县境还是景秦城啊 当然是县城啊 二百五十里 你方才说 真定府的五个支州 二十七个支县 全都来了 都来了 最南端的景秦县的支县 也来了吗 来了 景秦县到这里 至少三天时间 回去又是三天 整整六天时间 县压里没个堂关 这万一要县里出了什么事 连个做多的都没有 这像什么话 不 我 走 继续上路 大人 大人 大人请留步 请留步 你还有何事 背纸 为大人另外背下了一尘大轿 轿子 什么样的轿子 在驿站的后院里停着 请大人挪步过去 亲自过目 请首服大人登教查看 你收拾大人登教查看 请收拾大人登教查看 你呢 御毅 一情一意 金玉班辰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吗 他们两个是卑职的老家人 哪里的 苏州 这苏州姑娘怎么跑到你真定府来了 御毅和御毅 他们两个 本是卑职间内的房下使唤丫头 间内好奇 亲戚书画 倒把他们两个给调教出来 卑职这次带他们来 是让他们一路上照顾 守苦大人 全当疏童之用 一路颠簸 你受得了这苦吗 这大教平稳 坐在里头 像待在家里一样 苦不到哪里去的 这大教得多少人抬啊 三十二人 是 如此庞然大悟 抬起来行动方便吧 方便得很 三十二台大教 自古未曾有过 这是你前仆的创建 好啊 成你好意 本府就换成这台大教了 我这一段作词 你就把我带在这儿 这一段有点 你不能承认这台大教权 那两个人都能承认这台对 因为你承认这台大教权 这击创建 你能承认这台大教权 你能承认这台大教权 你能承认这台在哪儿 你能承认这台职真 大人的意思 你要是不收下 是不是嫌少啊 站住 你们李军爷呢 还有事离开了 这是咱们真定府的知府钱大人 他想进去拜业首府 反你进去通报一事 首府大人早有指示 这会儿他要休息 盖部剑客 首府吕顿劳顿 就让他休息吧 好 士官 来了 哪边行 好了 三 十二 席盒叫牛肉 好嘞 来壶酒 二瑞 席盒点水 烧点面客 一盘牛肉一壶烧酒 我说啊 中午首府进城 那场面你见到了吗 真他娘的威服 三十二人太大叫 连皇上都没坐过 这是咱们甄定府知府前大人的杰作 人坐在轿子里头 像坐在房子里头一样 甄定府的大街 多少年都是脏兮兮的 这会儿可好 路面干净的像镜子 连狗都不敢拉屎 这都是做给首府看的呗 晚日这个时候 街上的轿花子比苍蝇还多 这几天你何曾见到一个啊 是啊 咱也挺纳闷啊 听说啊 都让钱智库下令给逮起来了 如今都关在城西粮库里 粮库里 那不是装粮食的地方吗 去年遭了虫灾 粮食欠收 粮库空了一半 这下都派上用场了 来 喝 客官 二位 二二 慢走 立刻 在 立即派人前往城西粮库 看看那儿是否关有叫花子 记住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请大人放心 大人 前置府我让小的前来禀告 他已经准备好了接风晚宴 请大人出席 前府呢 他在门外候着 前府大人到 公主人 为首府大人的接风宴会现在开始 首先请知府钱大人给诸位讲话 这次首府归乡葬户 突进我们真定府 我们全府五周二日期限的所有官员 心情是既悲痛又兴奋 悲痛的是首府大人大笑在身 首府一人之悲也是天下之悲 我们恨不能亲到江陵 劈麻戴笑临官已懂 但是悲过痛过 我们又异常兴奋 因为首府大人毕竟来到了我们真定府 我们真定府所有的官员 今天能够与首府大人坐在一起 真是莫大的荣幸啊 我替我提为首府大人的光临 我们满饮此杯 首府大人 请你赏脸 饮了此杯吧 难为你刚才讲了一大堆受用的话 好 那就依你干了这一杯 干 现在 敬请首府大人开示 刚才啊 你们的知府 钱普钱大人 当着本府的面 讲了一大堆奉承的话 不管他真心与否啊 总还是有拍马屁之鞋呢 不过他有一句话说的不假 我张俊正登上首府之位 是临危受命 这当官啊 有多种当法 有的人充须淡薄 千千有礼 欲视三省其身 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 却也不敢格雇顶心 勇创新局 此种人是清流 眼中的第一药物 是个人名气 其次才是朝廷设计 还有一种人啊 大鱼小臂 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让人家一揪一个准 但是他们新村朝廷 做事不为权贵不必获揪 不阿谀奉上 不侍卫其君 这种官员 叫巡礼 我们要带人 大家不要紧 大家不要紧 首府大人陪我来接你们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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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周有一个好周牧 则何周安稳 一个县若出了一个好之县 则全县生灵有福啊 自古周牧之县 皆妙权贤才 若天下的周牧之县 皆能牺牲圣义 则皇上便可端宫庙郎之下 百姓也就无律无缘 所以说 没有当过支县的人 就不知道施政的艰难 也就不懂如何亲民爱民 以本府之鉴 这天底下最难当的官 恐怕就是支县了 刚才钱谱说啊 我张居正是个好贼府 那试问一句 若天下的支县 都玩乎之手 鱼入百姓 那我这个好贼府的名声 从何而来啊 基此 本府在这里敬诸了一辈 你们辛苦了 谢谢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收府大人的话还没说完呢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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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啊 甄丁府的政绩 拿到全国来比较 也就是个中不溜秋啊 昨天钱谱对我说 甄定要学山东 立马开始清账田姆 一年内完成此意 我对他说啊 先不吹牛 干起来试试再说吧 甄丁府的士豪大户 欺瞒田姆 你要认真清账 这不等于是挖人家祖坟吗 俗话说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人家拿出大把子银子来贿赂全门 到时候登门说情的人 恐怕要挤烂了你前大人家的门槛啊 你挡得住挡不住啊 还有一些官员 立功心切 立功心切 就难免扯齐放炮说大话 这种作风要不得 更有甚者 有人居然敢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子底下 公然行贿 这是无法无天 来 立合 是 给大家看一看 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 是 来 看一看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这是银定 这银定是怎么来的 本府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们 这银定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送的 今天下午李可找到我说啊 有人送了他十两银子 说是在真定境内辛苦了 这是奉上的茶水钱 我就问李可 是你一个人拿了呢 还是别人也拿了 李可出去问了他身边的人 问了八个人 就取回来了八支银定 你们看看 何等阔绰大方啊 这四岁本府南行的有几百人 就算是有一半人拿了这种茶水费 加起来也就是一万两 可是国家的税银 一分一理也不能少 这一万两银子从哪儿来啊 到头来还不是巧立明目 摊摆在老百姓头上 你们都是朝廷命官 应该知道我张继胜最大的厌恶就是 贪默受费 我把话放在这儿 这次随本府南行的人 不管是谁 收了这种好处费 一律交出 若有隐匿不交一旦查出 立即考虑回京严惩不待 至于这个送银子的嘛 为了不缴大家的信 本府暂不追究 不 首府大人 您应该追究 这些人 这些人是谁啊 他是真定县知县 叫康里钱 老康 你要干什么 咱们还没喝酒 到啥子酒疯来了 首府大人 被职并不是发酒疯 被职是前来请罪 你又何罪 您身边随从的茶水钱 都是卑职给他 你送了多少银子 回首府大人 卑职的确准备了两百份 但只送出九十多份 你为何要送 因官场腐败之风 卑职不敢不送 岂有此理 难道是我张军正向你所回不成 来 来 将康里钱搁置茶办 是 找了大家的雅兴 来 大家举杯 为了真定府 干杯 谢所发展 毕业 您领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大爷 您就别问了 跟我来就知道了 好 银子 银子 你不想再带我 我们要再招待我 你跟朋友一起去 宝贝